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天的項目 主要是推介一本新書 很多媒體我們也有介紹過 也有搞過《約翁的講座》 書名是《水能心恒中的國語者》 今天我們是很特別的 由做show 即興流中 為什麼我們喜歡看live 可以聽CD、USB可以在網上聽 但大家都要付錢去看live live就喜歡看即興 我記得今天夠即興了 本來的講者主持人說 我坐在這裡 他說有你的搞作 結果找了陳老興 講者也有改變 本來Moska是蔡里佛的自民安司 《女途中》 《女途中》 但又出現了另一位 老友記 大聲響關門的李菲彪師傅 大高 大高 歐陽師傅是詠春的 之前未見過的 但他現在有看網台的節目 他也是上客 這個年輕的是我前輩 沒有 這個後勢是你前輩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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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兩輩分的結隊是我前輩 但大家都是同盟 林是紅血 和我合小看 Oscar大家 認識他 林雪濤師傅 我們就 另一個主持人 其實也很有資歷 不如給他機會你自己介紹 小弟陳凱迪 全家結席的學生 他也是 他結席的 他也知道 他也很熟 這十年 我已經見過 他 他就是Patchel 做一個下席主持人 他跟教授一起 來講幾位師傅 好 然後坐在這裏 其實就是演唱 各式其式都有齊 陳老興 是擂台角色為主 傳統武術的就是幾位師傅 大家的搏擊的程度 也有差別 但是傳統武術是有多面的 既有搏擊的一面 也有鍛鍊的一面 也有修揚的一面 大家就可能講到 就叫做不同的程度上 可能 一塊大一點 一塊小一點 也有人 調轉也不一樣 陳卿其實也一樣 你以前的搏擊多 現在呢 反而是身心修煉多 兩種都有 教人 本身我現在沒有嚴重 我們之前被演證過 都是因為張國全 在新的武術上去運用 所以原則上 我沒有放棄過 傳統武術的 只是腳踏 在新的武術上去運用 又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也由我們這本書的書名講起 水能森林 就不難見到 一望出去就是水能通路 水能森林 我們給它以下 其實是一個比較現代化一點的 但是呢 我們都市化的城市 可能變成很有規律的 各樣都設計得很仔細的 又很有法規的 但是呢 調轉變來的 又好像是很科學的 很去神秘化的 將我們以往一些 譚然雪櫃的 可能都排除了 就是 好像我們對那個 水能森林的印象來說 都可能很冰冷等等 如果大家 都會在水泥森林 又是講一個前導 傳統武術 剛剛對照起來來說 就好像有些東西 跟水泥森林 接得上 有些接不上 以幾位師傅來說 在現代的水泥森林裡面 怎樣去做一個武者呢 這就是一個 我想整本書裡面 我們想想想出來的最主要的意義 不如 李師傅說一聲 你教團那麼久了 你都經歷了那個都市化的變遷 由香港 未在那麽都市化的時候 的教團 到今天 更高度化 都市化之下的教團 你自己有經歷 覺得那個最大的變遷在哪裏 講幾句 其實我那個年紀 就不算太太 都是六十多歲 但是我就學了五十幾年公開 我自小呢 都是沒有本來的長大 由我見我的父親 見我的師父 那種教學方法 到我自己去嘗試做師傅 做生活相傳的工作 到現在呢 其實可以分到三個階段 一個是我見我的師父 一個是我自己親身經歷 一個是現在現代一些 更加沒有人先進入 年輕教的生命 首先以前 如果我師父 我年代 就是一個規範 很如此的 可以說的 譬如師父教 一朝一夕 還要講 師父 不讓你學 你不能夠學 那有些師兄打緊的時候 你不看 好像都不可以 你很棒 是不是 到我們學的時候 我們教學會比較豐富 我的心態就說 希望你們多些學 我初初教的時候 三十年前 那些小孩子很勤奮 也都可以跟時代的關係 因為我那個年代 都還沒有那麼多 消遣的 比如手機 或者電話 或者其他消遣的活動 很多 那些小孩子學會 那些小孩子學會 你說幾天有一個表演 或者有一個比賽 他們兩個月前 就開始很認真 加班 怎麼操練 那你到 到現在 你一個禮拜 做一堂 如果有什麼 天氣轉變 或者學生 沒有空 那這個月 都見得兩萬 那兩個小時 就獲得什麼 一個晚上 跟以前的那種 自動自覺認識 相差很遠 那除了那個 時間上 的分配少了之後 另一種我 比較直接 就覺得有一個心態問題 即是說我們 我們同期的很多師兄弟 對學一名工夫 是用一個很認真的態度 譬如師父說 我們就嘗試去做到 達到師父的要求 我們就覺得 為了家庭功夫 如果呢 我們做不到師父的要求 那我總是覺得 為什麼能力得 我不行呢 要我練多些 現在的小孩子就是 練到就練不了 師父 想怎樣 是不是 學費就交了 我做完畢 人家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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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呢 我們就希望去學 真真正的學一門技術 學一門技術 而且呢 希望在這門技術裡面 是可能會發展 當然 你已經說 很小時候想著我 做一個全職的師父 但是 起碼呢 我在這個文派裡面 我的認受性 我的功夫的層面 都是師兄弟裡面的認受 這個人也是曾經下過苦工 真的用過心機去學功夫 他就算打拳也好 也都自乎自用 也不算太脫掉 也挺好 就是現在的小孩子 就說 去表面 師父我不行 你學了那麼久 你沒有機會 去給別人看到你 究竟去到什麼水平 那你怎麼去 去給自己一些肯定呢 那現在最大的經驗就是 以前我們是很認真 不是我一個人 是我們的師兄弟裡面 收書 我們周圍的朋友 有些其他朋友 學其他功夫 有時候我坐下說 原來那個師父 都是這麼嚴 不只是我的師父 沒有的 大家碰面的師父 都是這麼嚴 到現在這個 如果你說 我要學回以前的師父 那麼嚴 我肯定他轉頭 可以 實走光 鬥快走光 所以這個 怎麼說呢 就是你說 好像剛才這個 這個森林 就是你說冰不冰冷 其實我覺得 都留下多少的冰冷 是不是 還有呢 如果你真正的森林 是有樹木的 是生生不息的 你可能還有很多儀采 在那裡 如果你一個石屎森林 你所有的顏色 都是粉色出來的 不是要自己 吸生了藥分 自己會生長出來的 我想這個可能就是 這個靈水森林 跟真正的森林 之間是分別的 那麼就講講講講的時候 就 趙師傅就來了 不好意思 哦 那麼 放工時間呢 就 正常的 就是 很著名的了 就是蔡麗佛的 趙麗師傅就來了 你坐著 剛才我們 李師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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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這個論調呢 就似乎都不是幾多 現在的師傅呢 有朋友的感覺 那 就 詠春呢 就似乎 洪極一時的 那 當他一個洪極一時的群眾 你 即是歐陽師傅呢 你的經歷 有沒有不同呢 有的 有的 這個 詠春這幾年間 比一個洪極 這個洪極中呢 我們呢 我們都是身處其他人的 反而 他們 教練那個 二十年次教練呢 正想 坊間 李師傅呢 會呢 認識的不多呢 反而相對穩定 那 自從 敏熱次 開始呢 應該是08年 其實相對呢 就 對我們 做一些教育的呢 是好的 原因呢 就是太多的 突然間 太多的 生產師兄出來教練 那 那 他都說了 直接一點 就說呢 是不上地圖的 因為香港太小 那 由此 我就引發呢 就說 在這個水泥收容當中呢 我們老館 那個生存呢 其實 就 我的經驗就說 真是跟一個 生意呢 是掛勾的 那 除非 那些舞者呢 本身已經是一個好好的部署 就是說 他是 不休兩餐的 或者一退休之後 不休兩餐 或者本身呢 是有一個好好的工作 或者是 家裡比較富裕的呢 他可以呢 是全職 教育的心態 但是呢 是不需要擔心呢 是收益 是收入 或者是本路的話 就是租行的話 那 跟我們現在要全職教呢 截然是不同的 我剛才 李師傅說了 就是你 對學生 阿爸就說是徒弟 其實是你客戶 你對客戶不好呢 今天不行 哈哈 今時今日的態度 真的不行 死得了 所以我們傳授的時候呢 其實那個心態呢 都很糾纏 那 他在美其明 啊 師傅 你好啊 我上去學那些東西呢 今天有沒有新的東西 其實就像你師傅所說的 你竟然敢問我 他肯定教你了 那你又要一些新的東西 教給他 對 的確是很普遍的 那另外 這個水泥森林裏面呢 水泥森林裏面呢 水泥森林裏面呢 又是傳了另外一種的衝感 或者是 武館之間那種的傳承 和徒弟之間 或者民間的傳承呢 是不是在一年之間呢 那我想說 那我想說 因為你師傅聽了一個講話 就是說 欸 我想這樣說 我們用一個教育的角度 去看這個很熟悉的傳承 剛才你師傅有一個 一樣東西 他很偏向師傅 那個 他已經看過 那個 那個價值 做得對不對 那個東西 有一個目標給我的自己 那其實我覺得 這個是我們 有時候 所以新聞裡面的廣告 看到 他有不同的代人在裡面 現在這樣的人 可能沒有 因為可能 他已經有 我自己的自己的目標 不過 人的師傅的目標 可能是自己的 一齊 因為上一代人 雖然說 我們是 社會走得慢的 我們知道 我們的目標通常是 上一代富裕我們 我可能是對的 就是 我們七十六年 現在的小一代 可能很穩有自己的目標 他走到這間廣告的東西 就是我想變 那當然 也很模糊 那個目標 因為他 年輕人 他想怎樣 其實他不知自己做得甚麼 可能是 他要跟社會聯合發生 才知道有一個目標 現在問題就是 我經常都看到的是 就算我也面對的問題 搞一些 再年輕一點的時候 其實怎樣令到他 看到他自己想做些甚麼 或者說到自己做些甚麼 這個很難 我想 你師傅可能更難 去你的處境 你有沒有想過 他對他想 有甚麼對他好 或者是 令他自己 找到自己的目的 這個 往往就是 我們現在說 當資訊很發達的時候 作為一個教育者 身份和角色是怎樣 以往是一個傳授者 現在我們有一個字眼 英文叫做facilitator 即是說 我是激發你的 誘發你的 做這件事 那就是 甚麼是由你內裡 要出來的 找些甚麼 這件事 就是教育者幫你做的 即是 那件事應該來自你自己 那那個老師呢 他要幫你 引發到的人出來 然後告訴你 那條腦 可以是 有一個貪生的 那就是 今天呢 我想我教那個角色 還沒教 因為 老實說 可能 那學生 看片多過你的 或是 看書多過你的 那他可能 他對很多事情 自己的看法 那 看法是一件事 你不知道一些事情是一件事 但是 他自己要些甚麼呢 要去搜尋呢 那可能 不知道 那 Oscar 應該是年輕的 教育之中 你們是年輕的 那 那你接觸的學生 跟你自己 你又怎樣 你自己個人那個 教育 你總有你的一個想望 那 那他們呢 又可能不一樣 你面對這兩件事的時候 你又怎樣 行跡這些事情呢 其實我小時候 開始跟爸爸學拳那時候呢 那 我的想法很簡單而已 那 我覺得 我爺爺 爸爸 怎樣教 那我們 就怎樣去教 很理所當然 因為我學就是這樣學 好了 那到了 我 跟爸爸學武 約當年之後呢 開始跟爸爸去外國 那裏教功夫 那時候呢 我覺得所有的事都是理所當然的 爲什麽呢 因爲很多學生 還有那些人呢 是很主動很勤奮去學習 還有主動問你問題的 那我覺得 那 我不用想太多事情 我跟著爸爸的年老 這樣去走 我只是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勤力的面工 那我 我將來就是可以繼續 教育的了 那但是原來 當我 畢業 出來開始正式 教功夫之後 那我其實 我第一份工作 就是做健身教練 那後來我補了一份工作 那儲了少錢 那自己出來 全職教功夫 我發覺原來 和我想像中 是根本不一樣的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 那教了一排功夫之後 我又要再找工作 是 重新找回工作 又再做健身教練 因為我覺得不行的 那看著呢 一開始 我那時候 我第一天開班 在柴灣青年廣場開班 第一課 就有30學生來報名 那時候呢 因為有朋友答路 那幫我去介紹 很多 他公司的一些人 朋友 那外國人也有 香港人也有 那 第一課有30人 那第二課 第三課 一直都是這樣的 好了 到第二個月 看著 有10個人不見了 那我問 為什麼 我問我幾個學生 他負責 organize 所有的事情 那我問 為什麼呢 他說可能他們有些事情 做不到空 那我心想 這麼巧 10個人沒有來 那好吧 再上兩課 又不見那幾個 再到第三個月了 剩下幾個學生 好了 最後剩下兩三個來 然後我覺得很奇怪 是不是我教學有問題呢 我當時 我是不斷地去想 是不是我教法 有點不適當 是不是功夫不夠好呢 那我 那我 因為那時候教班 每天都會拍照片 看自己怎麼教的 我跟爸爸說 是不是我怎麼做得不夠好呢 那我爸爸 就沒有什麼經驗 因為 因為他 一向教拳 都沒有出現過這些問題 是的 他說 你剛剛開始 只是用心 這樣 我說好 那我再勤力一點練 這樣 我發覺 我再勤力也好 就算我 勤力 我半斤 也好 原來都是一樣的 因為原來他們 這件事不是助於師父 而是助於人的價值觀 你做師父 你祝你熱愛這件事 你想將這件事教給別人 但原來人家想的事不是這樣 人家都不想要的 又或者可能 你教的東西 他覺得不好玩 他覺得 喔 我來到 你幾十年前是這樣學的 但是原來幾十年後 今天那些人不想這樣學的 可能他們是想 現在香港的所有人都很有效率 做工作有效率 學習有效率 那連我們教功夫都要很有效率 就是 你不可以 用半年時間教別人 你掌握一個馬步的 那大關時 我們小時候 開口幾個月 是真的練基本功先的 真的由馬步開始 練起了基本的客人踢腿 那我們那時候 從來都不會生氣 等著學一些新的套路 不會這樣的 因為 因為爺爺老爸也是說 這些功力 要慢慢拯出來 那你不可以急 那時候爺爺常跟他說 他不是叫Oscar 叫那個阿豪 他說 你不用學那麼多套東西 你現在打好套公子 你一套拳打得好 那套拳打得好 套拳也好 那我順愛 我很順愛爺說的 那所以 我就用這個Pot去教我 所以只剩兩三個人 就是這樣 所以只剩兩三個人 那很多人都以為 我 我很忙著教拳 應該 你應該 由早到晚都開月班 好多人都以為我是這樣的 其實我心想這些是錯的 我一個星期開三班 每班只有三四年 那 就好像前晚那樣 前晚 前晚只有女人過來 是啊 我是這樣開班的 沒有什麼學生的 那整 即可能一個星期三班 總能掃得十多人 那真的不是很風光 那很多人都覺得 很奇怪 哇你很獲章 林喜鴻拳 那我就說 沒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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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 你不要 將 我放回 我爺 我老爸的那個年代 那 他們厲害 他們管事 那但是 我是屬於我個人種族 再加上 我是生存在現在這個時代 很多東西都不同了 那 那我現在 其實我最想做的事就是 怎樣可以把傳統的武術現代化 其實所謂現代化呢 就是 除了我們的教學那個模式 要有改變之外呢 最主要是我作為一個教練呢 就是 我自己的價值也是需要改變一下 因為呢 我的價值觀 是可以直接影響到 我那個教學的模式 和出來這個東西的那個明顯度 這個東西 就算你的功夫再好 但是你的價值都不一樣 你和這個時代就融合不了了 所以呢 所以呢 我首先需要是要解 現代人 他究竟需要些什麼 他為什麼要來跟你學功夫呢 他可以得到些什麼呢 那 30年前 30年前來學功夫的人 和今天 2019年來學功夫的人 是完全不一樣 我以前那些人 親自來拜師學藝 現在 你要主動去求別人來學 我在一個無數的中小學 那裡開過班 那 前前後後都 都 夠過百個學生 但沒有一個上過來的 我沒有這樣 上過來的小孩子 可能幾堂就走了 那 那 很多小孩子呢 第一堂 就走過來跟我說 師傅 你紅拳好打點 還是泰拳好打點 哎 真的 我說 那你好打點 我好打點 那 那你想我試一下 這樣 這樣 不敢不敢不敢 那學了幾堂之後呢 跟著 他很有趣 他就拿人家的東西給你教 他說 師傅 你是這樣做 打人家泰拳 是這樣的 那我都不知道怎麼應付 那 上一代都不是這樣教我的 從來都沒有試過 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師兄呢 去問我師傅 去問我老爸 或者問我爺 說 喂 泰拳好打點 你紅拳好打點 我從來都沒有 我從來都沒有聽過這些問題 但是今時今日的呢 第一天就跟你說這件事了 跟著呢 你每一堂教新的馬步動作 其實整個套路 不是每一個動作都是馬的 那你是 你打套路 現在我只在後下 你可以教套路 我不可以打架的 那打套路 你練習你的肢體動作 練習體能 還有練習 你怎麼去發力 我現在不是教你打架的 對不對 我只是教你打套路 為什麼你不可以老老實實 這樣學套路呢 你是要 你是要把我的動作 拿來跟別人的東西比較的 我又不要教你打架 但是呢 不是他們就是想不打架 他們 他們打風風不打架 做什麼 我怎麼只是學套路 我說的都未必是打架 因為這個可能是一個文化的 衝擊 因為都不同面對刺激 給一個人 那我稍微總結一下 三位講者 面對的處境 譬如我跟師傅講出 我們最重要的武術 連維生都是不簡單的問題 都是根本的 Oscar在教育上面 面對 就算他是一個年輕人 他都要應付 新的一個不同的想法 那李師傅也是 李師傅正好就是 Oscar的對立 就是鬥時代 鬥比較鬥時代的師傅 一樣要面對這個問題 年輕 小小朋友 你為什麼要學 其實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那我再講完趙師傅補充一下 再講完他的想法 看看別體先 剛才聽回自己的師傅 我都講回自己的難處 因為我比較 本身我自己都是搏激體的 但是 變成我出來教東西的時候 因為我自己 有些小孩子 我的親戚 在我父親居住 教他們打功夫 跟我打功夫 跟著教那些小孩子 始終是動手動腳 這件事 我們都要禁住 因為如果你太小 已經跟他們講手講腳 可能影響他們的心態 那我的小孩子 一路玩之中 他又找了那些朋友 那些朋友 那些朋友始終都是小孩子 來的 變成呢 一路小孩子 乃小孩子 變成我自己 就會將我 以往 我自己的性格 一路一路要改 我們那時候 在館裡 都是打搏激的年代 所以 就集中 都是打搏激多 變成 好了 教那些小孩子 那些小孩子 完全都將這件事 就是脫離了 那 初初教那些小孩子 都好像 彭師傅 那樣 都是教他們 扎馬 那樣 但是真的 真的不對反 因為 做那些事情 來的 為什麼他們 又不肯做呢 那邊想回自己呢 其實我自己 那時候 在館裡 真的一個禮拜 就上去六日 六日去練習 其實在練習之中 最主要都是 就是那些師兄弟 那個相處是 很好的 學一下 聊聊天 這樣 變成了 一路 重複些事情 都肯去做的 但是現在那些小孩子 為什麼教教一下 他都不願做呢 就是因為 就是要他做好了 重複了 他就開始沒有心機了 變成了自己呢 就一路 在教授之中 就只能夠一路 自己一路去學習 怎樣教他 由自己本身的基本功 那些基本拳 一路縮短他 因為 開始自己不夠經驗 他就一路教他 為什麼他不喜歡呢 然後想回 他是一個禮拜學一次 一次之中 他都是過零鐘頭的 如果把這些東西 重複了 他根本沒有心機 變成自己 在這段時間 自己都是一路改變 一路將所 以前學的東西 學的方法 一路是 要自己改變 一路適應 不教他 對 因為 有到好 為什麼我教他 他不練做 他都不走呢 因為那些都是我自己的 宿伯的子女 所以他不走 但是我自己有到好 就是 剛剛那個時代 我自己的區分 沒有什麼 教功夫的東西 尤其是學校 跟著那些學校 我們自己的小孩 在學校表演一下 對著學校 有一個吸引力 那些老師 學校 為什麼功夫那方面 那些小孩 玩出來都很好 所以 找了我去 在那裡 那些學校 去接觸 一路教 一路教之中 自己 一路教 一路改 所以 那段時間 由舞到有 是非常之好 因為那段時間 學校 就不是太多 課學活動 因為 我們那時候 二十幾年 那時候 學校時間 總是你工作 大家都不知道 你的意見 是多少 那個時間 那個時間 是 九二年 九三年 是 那段時間 那些學校 都不會太多 教功夫 那 變了 小學 咦 即是有這樣的活動 變了 學校 那段時間 我自己 挺好的 因為 變了 沒什麼其他科目活動 見到 有些不同的東西 那 這間學校 那間學校 我自己 都一路 學生多了 那 變了自己 都是 在那段時間 一路學習 怎樣 將那些拳 一路縮短 那些 雜碼 那些東西 已經都是沒有教的 因為 如果你 時間不多 一個禮拜 上一堂 一堂 都是一個小時 那 變了 我們做完一些 基本功 將那些拳 又縮短 一路教 就說 變了 套拳 教了三分一 你便不可以 繼續教拳 去換 那 變了 又要教其他兵器 就開始賴到他們的興趣 那 一路一路上 那 但是 到最近 現在的學校 又變了 我自己 都是有個難處 就是學生 都一路少了 因為現在的學校 就是 它都是尋找很多不同的學校活動 選擇 選擇多 那 變了現在在學校方面 就是 學生 就是已經固定了人數 但是 班數 就 不同的班數 非常之多 那 就變了 大家分割來計 那 變了 在學校我自己的學生 都是少了很多的 剛才幾位師傅 都有不同程度上 都提及到 就是 現代化 更新等的問題 但是 有一件事 罩在上面 大家 可能 歐陽師傅這個問題 比較少 因為你孟春真的要打 所以大家 就一定要捏到手 那 罩在上面 所以 就說 現在 大家對於真正教打 就 少少 有些害怕 就是 不要 被人覺得 教人打架才行 但是 有些限制 在那裏 一覺得 教人打架 我們的社會 進化到 就是 打架是靠健康的 或者靠聲音 鬥空的 你真的用手打架 你走去 一動手 你就輸了 我們的社會是這樣 然後 就 不可以教人打架 但是 你的武術 又想外裏更新 現在 由哪些地方去更新 純粹是斷線方式 但 又 有斷線方式 有斷線方式 打的 這個是既想更新 又有一些自然 又有一些可明的規範 大家如何面對這件事 我聽幾位師傅說 都差不多同樣的功能 那 我 就是 你說 我是不是想不想 適應現在的社會 級別多的學生 其實我很想 但是 有個問題 好像 跟師傅說 那些學生 師傅 這個動態 是怎樣的 你有兩個情況出現 第一 以前 我們有國殤擁頭 鐵文江師傅 這些是擁頭漢獎 打得好 這樣 變成 那些人 那些朋友 可以透過國殤擁頭 裡面 這個加快功夫 打得好 這個師傅 長勝將軍 給他一個心儀的對象 去學功夫 那現在 因為我是國殤擁頭 沒有打幾十年 有很多朋友 以現在 年輕人 根本不知道國殤擁頭 究竟是用什麼 那 所接觸的 就是比較一些表演 正質擁頭 譬如太太那些 是賣飛的 賣飛的 是大家都 以前我們 國殤擁頭 就是很 很純真的 我們 打得頭破血流 贏了就 優勝 輸了就優異 沒有獎品 沒有獎金 那大家為什麼呢 就是想看看 究竟自己的功夫 可以不可以 可不可以 在台上 戰勝自己 再戰勝別人 那些情況 另外 以前我們回館 剛才大家講 我們 現在的時間 在館裡時間 十分之短 一個星期 一個小時 兩小時 如果遲到了一半小時 只有一個半小時 你做得什麼 以前我自己都是 一個星期 六日七日 我們回學 說師傅 擺明居馬 師傅 我想打波擊 好 你打吧 是 我們練 不是練什麼招式 我們是練數量 這個手法 五百 這個手法 五百 練完呢 你心心俱平 慢慢 回家 是這樣練出來的 不是今天你學這個招式 沒有招式 因為為什麼呢 他說 你要達到一個程度 你有了這個攻防技術 有了這個戰鬥力 你就去學 你才能夠學好 如果你學好什麼招式 原則上是指上彈筆 是沒有用的 是沒有用的 所以那時候 我們回到館裡 我們不是兩小時 起碼沒有三四個小時 因為我的數量 譬如你有十個散招 每天講幾多數量 你交數量出來練 你練完休息一下 其實已經夠了 現在的手掌就不是 你講了 那我可以了 甚至乎 我有時 因為那個非為的關係 經常會講的 講座 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就會說 哎 教狂罵手 一講呢 他不是跟著你學 不是聽你的解釋 拿個手機出來 那我心想 可以省下 為什麼呢 拍了手機 就是等於事發生 你應該要聽人解釋 提問題 你不明白提問題 你這樣之後你回去 你拍的時候 你不問 你回去問誰呢 你不懂得打電話問我 我也不知道你講什麼 我就知道 就變得慢慢 就好像是 剛才說 我怎樣吸引人 就像是趙師傅 也有一個辦法 將他套路簡法一點點 教他快一點點 讓他靈活一點點 另外一種就是 現在我教他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工房技術裡面 踢打摔欄 那你那些打法 你一定要打沙包 練硬弓 那些人都這麼疼心 他怎麼會跟你打沙包 練硬弓 而排打 是不可能發生的 那你為什麼呢 他就把國術的技巧 告訴你 國術技巧 是一種技巧 譬如琴下手 你這個做法一邊 對方那邊的時候 你隨著他的態勢改變的時候 你再進一步 或者再守著點的改變 都依然繼續控制到他 就唯有在一個理論基礎 那個技巧裡 希望他們產生氣重 而花多點時間裏面 那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起而對現代的武術導演是怎樣的 我想要想清楚自己 你全程的一部分 有沒有清楚 如果你清楚了之後 你已經介紹了學生 或者家長的時候 就比較精神一點 他就說 因為我一百歲都教了十年 很多家長都練習 那我兒子現在這樣練習 其實有什麼目的 我說你目的是 想兒子遲小試就去美國 一 那美國有很多校園機來的 你不可能在電話上幫到他 你不可能在電話上幫到他 你才會幫到自己 如果他人家傷死你 那就防守很多方面去做 那至於智慧的 他才算 另外他說去到外國之後 可能十月八左右才會回來 那趁這個機會 就可學一些中國文化 在武術製作品 就會跟進 那我幫到他 那我有這種想法 加深入同意之下 那才跟他來練 就會更清楚一點 那舉個例子 那你又說 那為什麼他們打暴露的時候 很多時候暴露都是左邊開始的 那這個中國文化 那我們打暴露的時候 為什麼都會對稱它呢 是有左右有上下的 那這個中國文化的部分 那這個跟進什麼呢 那我看一個媽媽小朋友 是不是想知道 想知道的 那麼我們要聽 那麼多的興趣 這個 就是這個 在對師朋友來說 剛才 現代化這個議題 就是阿康斯達提起的 那麼 那麼 你 在你那邊來說 你剛才師傅說的 可以是精簡一點 有些呢 就說 滲入多些文化的元素 你的做法是怎樣的 嗯 就是我想 我想 我想 要想方法生存 那但是首先呢 就是 就是 其實 師傅這些講句 如果這件事 你要這件事 可以繼續生存到下去的呢 就是首先 它要產生到 基本你需要的資源 就是 你無論怎樣都好 你都一定要當它 一根山 而這樣做 那所以呢 嗯 你首先一定要是 將這件事 鎖定在 一種 一類型的目標 為目標 就是說 譬如 你 我的目標是 老年人 譬如 可能中年 本胎優人士 這樣才算 那為什麼他們 需要學這件事呢 第一 可以幫他們 強身健體 我教他們拉筋 我教他們平衡力 我教他們協調能力 那年紀大了之後呢 他們就可以 減低 減低受傷 減低他們跌倒啊 受傷啊 那這樣 那 年紀大的人是真的需要這件事的 那我就會 就是我 如果你叫我 要從 Marketing那方面去想的 我就一定是這樣想的 至於一個小孩子 或者年輕孩子 為什麼要來學紅卷呢 我想不到的 你問我 我不知道的 我從來 我從小到大面功夫 念紅卷 我都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那 你不喜歡 就算了 我沒有理由改變這件事的 都沒有理由改變這件事的 我沒有理由特意 我沒有理由特意 為了 我跟他 搬去 然後 搞到 然後 霸打 這樣 然後 我說這個是紅拳 你可以 怪養頭賣狗肉的 那麼我學回來 都不是這樣學的 所以 所以我只能夠找空間去生存 所以我現在的想法就是 我要去找一些需要我這件事的人 而這種人我會鎖定目標是中年或以上的人 譬如很多年紀比較大的 但又可能沒有學過武術的 他們又想接觸 如果想強生健體的話他們就會選擇玩太極 那我現在就是想一些人了解 其實玩紅拳都可以的 那你不一定要打到光猛的 那你可以放鬆來打 甚至乎可能我教學方面 我用一個適合年紀比較大的人士 去調整強度 不用那麼光猛的打得 那純粹是圍著強生健體很柔和地去練 那到我爸爸八十幾歲現在 那我爺爺當年九十幾歲 都還能練到他在館裡 那但是那個年紀不同呢 那你的練法就不一樣了 那我就是會從這一方面來發展到今時今日 那所以 但是我在幾句之前 我還沒有這樣說的 我還在幾句之前 我都是 噢不行 我要把紅拳 重新打造到好像當年林世榮那樣 我們是一門格鬥計 我們都是來打架的 不打得打什麼功夫啊 不行 不行的 不是這樣 因為那些人不是為了要打來學功夫 就算不要講功夫 講其他拳本 波醒本 泰拳本 在中環做到整行整市 那些地方呢 你學拳那些人都不是想打架的 原來他們根本沒有人想打架來學功夫 為什麼中五 在中環 灣仔 那些拳本 中五十二點幾一點 還要人來學拳呢 哇 他們根本不是想打架 他們真的可能當是一個運動 他們想keep fit 減肥 那或者呢 你有些東西給他打一下 那你做教練拿著一把給他打 那他打得很過癮 有他打沒有你打 那他可以拿來發誓 就出生 開心 幾百元一個小時給你 那發誓完他就走了 新吹新汗 他開心 但是呢 你去摘馬摘一個小時 坐你也太傻了 摘了一下 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麼 那中五時候 我們家英館 就是拍了呼應 就是一個星期 就是剛才說 一班都幾個人來的樣子 但是我見人家的那些拳本 哇 整行整屍 排著一堆人在那裡練拳 那所以就是這個世界的見面 那其實我聽到一樣東西 這個說 水利新龍中的武者 那個武子 對於我們現在實際 是老師父的有什麼下意 在那裡 做很多人 其實幫人游水踩單車 各樣都難 我不是說踩那些東西 各樣都難 各有難處 那當然要選擇武術 還有這個武子 是包含民太拳 所有搏擊的 面對難的事 面對敵人的事 我們要做這件事 那我們問回各位 這個人 純粹為健康 唯有強烈的看法 真的不用打武術 甚至不選太多 都可以 跑步都可以 跑難球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過 個人來講 覺得武術 就是和核的文化 這個人和中國的文化 哇 核有什麼用 在現代社會 真的會用 如果這個法律 很會用的情況之下 但是我們一常 面對很多事情 面對一個處境 是會有重疊 那個重疊 來自親慢的 我怎麼樣 通常我覺得 面對的就是 尊敬 是Juny 我們用什麼態度去 應對 那個處境 我覺得是面武才 給我們 我們不是要打 甚至打了 未必會贏 我們用什麼心態去 面對那個處境 現在我見到一個難題 就是 很多師傅現在 我們純粹為了 技術的傳承 可能 甚至要留下一些東西 教一些小朋友 其實傳承不到背後的東西 我看到這個 有一點悲哀的味道 我想問幾位師傅 看到這個想法在裡面 可能時代 大家都不同了 我自己學武的時代 其實很多時候聽商機 就是什麼地方又打 什麼地方又打 變成我們那個時間 十幾歲出來做事 變成都希望 去做那些 比較罪惡多的地方 就算不打 我擋得兩黨 我都可以走 變成現在這個環境 根本沒有什麼用 你說學了 你不是用來打 而是保護自己 這個環境已經少了很多 剛才 我們是否真的要把東西 改了去遷就 一些人 去減少 其實我們也想回 他有多少時間去學 我們用多少時間 給他 你看回 他所用的時間 他可以學到 我們現在這個基本 基礎 但是當他大了少少 那個時間 其實他也是一樣 想回 我小時候跟師傅 真的好像我們教他 不只是教他 打到拳 也會跟他講回 我現在教你那些靈女 真的要保護自己的打法 我不會告訴他 就是做運動的 因為我們玩賽里佛 每一下手都是打的 那你現在練 你只能夠是 一個假想 敵人去打 也都不是 單對單去打的 就是 我教他的心態就是 你現在就是 上到戰場 周圍被人圍著打 因為我們的卷 就是 就是這條打幾下 那邊打幾下 那邊打幾下 就是如果 你說跟他 對著一個人上台打 根本就沒有可能這樣打的 變成 我用回那個 心態給他 就是 好了 現在周圍都是被人圍著你 這邊那個敵人 你不出力 你不用殺傷力 你打得這兩個幾下 你後面已經被人打的 所以 所以 就一路教他 也都是一路 要放盡 這邊打兩下 就已經打低了 一翻箭頭 因為我們賽里佛 就周圍走周圍去 去動的 那麽 變成了 他有那個 心態 告訴他 這裏有 有人 那他便衝過去打 那邊又有 那他 就肯去 出來打 但是 到那麽 到那麽 他便辛苦 便吸氣了 知道師父又騙他 是吧 這樣做法 是很辛苦 很吸氣的 到那麽 到那麽 他便知道是什麽 那麽 那麽 我們做師父的事 真的 這麽 是非常之困難的 那麽 剛才陳卿 提到一件事 就 講到沒有那個內涵 就 那麽 那麽 今天我們說 就是 像帽 就是行帽 即我們靠帽 就是行帽 以往有一批人 是這樣的 不是每一個人的 亦都不是每一個行帽 但是 有些帽子 就不用帽子 如果我們看 試記那些帽子 其實就不是說 那些帽子 只不過他們就有那種 一種特性在裏面 就提到 就說 當我們現代的社會裏面 水泥新聞裏面 就有法規的 那麽 就動手 就 隨時就有這個 一嘗的鐵槍風利的 家庭會 就是 我們要被打蟲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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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就說 會不會是把 武術轉化為一種 所謂的特性上面 或者內心的一個模樣 那麽 那麽如果走到那個位 那麽 大家又會不會覺得 又沒有了一些 很重要的內涵呢 其實呢 現在我聽幾位師傅 講出來的 其實大家是 不斷在想這些方法 去成全 包括你說 我當一門生意 我當一門成全的武術 其實大家都有一個 很熱心的心態去成全 那麽現在我們為欠缺什麽呢 不是欠缺好的師傅 不是欠缺一些 希望成全武術的師傅 而是欠缺一些 想成全武術的學生 我講了一些建議 我可能是幾大 講話慢吞吞 我講我爸爸是一個儀師傅 儀師傅 都是大勝敵話 都是大勝敵話 那麽我剛才 縮手水打博擊 他說 你想打博擊 你不去跟陳秀忠 你學不到東西 那麽就拔了我去拜師 即是我們很傳統的 就是爸爸 帶兒子去拜師 我把兒子交給你了 那麽OK 大家交收這麽東西 我同弟那麼用 那麽一路學一路學 我都不敢得罪師傅 因爲 知道是爸爸 但他很尊重師傅 而且當時 我師傅的名氣很大 我真的很希望學到功夫 那麽有一次 有些師兄 就回來 選這些藝人 因爲很多師兄 我都會做拍電影 陳君泰的場拍電影 做辦理藝人 做藝人 還會做一些藝人 還會配角好一點 咦我師傅 要前面看著我 那麽沒有我的份去 那麽我沒有我的份去 我師傅說 阿彪 你們又矮又小 你沒有機會做藝人 師傅 你沒有機會 師傅 我心想哭哭的 我哪個都去了 哪個都去了 都頗好 人工 我都沒有我的份 後來慢慢 一來一來在局面 慢慢成長 最重要 到我師傅移民加拿大的時候 我才感恩師傅 為什麽不叫我做模式 他說 你 你真是迷電影人材 但是你是功夫人材 你可以學到功夫 你可以成全 師傅就走了 去加拿大 你開間館 我師傅你指望我 這樣做嚴重的事 為什麽當初師傅不說 我一早給你去教功夫 才說你好 可能我自己的心態 貼不住 保住表演員 沒有練筆 但是這樣說 我唯有默默 繼續練 繼續打聯台 練功夫 在屋本裏做 清潔工人 甚麼都做 師傅配合 有一個這樣的想法 你可以教功夫 你給心機去做 那我當時都很感恩師傅 我覺得 師傅 原來你當初讓我做這些學校業 你是希望我教功夫 你覺得我又可以做 所以現在到今時今日 其實我生活都很坎坷 我都為兩餐而奔波 但是我依然 我希望 我都能夠做一個師傅的工作 我都希望 我能夠繼續 奔養那些人 去發揚大聖劑關 不管 好像剛才林師傅說的那些苦處 我跟你說 我比你更淒涼 我走在石劍尾那裡 中心教 一開始的時候 有十多個 我們所說 小一點 小一點 不見了 後來一晚回去 我開完燈 坐在那裡 到我走 關燈的時候 都是我一個在那裡 我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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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真的 這麼差呢 是不是真的 這麼多人 我其實很認真 很不容易教 其實慢慢教得多了 學生教好師傅 其實呢 其實 林師傅 你也要加油 你是一個好的年輕人 你將來一定成功 所以你有這樣的心法 雖然剛才你有一點宣誓 但我覺得這個 是好過這個 因為你的學生 真的令到師傅 很吃氣 為甚麼呢 就是這些 這些 這些 因為你真的很認真去教 好像說 我不能夠在我的教室裡面 加幾下不同的功夫裡面 吸引你 應該是對自己不尊重 對我的武術不尊重 我是想將好的教給你 只不過你覺得不容易 對不對 所以這個其實 其實我們再做幾位 連來我自己 讚你自己 我也是好的師傅 我也是想成全 但是現在 我剛才跟他說 這個森林其實也有點難學 有點難學 為甚麼呢 第一 人的思想不同了 他學一門技藝 他不需要真的花時間 他很相信一部手機就可以學到功夫 他很相信手機可以學功夫 再不是透過電腦去分析一套功夫出來 那些是死的數目自然 學功夫呢 你今天精神打得好些 明天精神都打得不好 是不是 最近很傳念的 我有些時候 我停止了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自己打功夫覺得自己都不舒服 自己都不舒服 所以其實這個 你說 怎樣能夠將這個武術 在一個這樣的 石屎生龍裡面再成全 其實這個話題 是很深 也都牽涉好講 那這個呢 可能會不會有一個 一個中國人的 中國思想呢 有想改變 以前很專師眾道的 現在呢 就改為了 由師父變了教練 變了教練 那你教練和師父呢 是有個差別 因為以前我們拜師呢 那些師父要講一些 一些說話 怎樣共同共同 大家怎樣 現在就沒有這種事了 他要交了學費 做生意 幫我做生意 我就真的買東西 我給了錢 我就買東西 跟你各不相關 他不想到 其實很重要 我是做師父 就是我自己 我不敢要求人怎樣做 其實我們很關心 那些學生 甚至乎 你跟我學功夫呢 我說你 你給我的電話給你家長 他有什麼時候找我 聊一下 你好會好 你是不是真的跟師父好 因為家長擔心 他是不是真的跟師父練習呢 所以這個其實呢 很大的程度 就是說 人的思維呢 真的可能不可以做 因為西方教育也好 或者泰國現代也好 或者泰國相信 真的拿一部手機 就可以練功夫呢 都是很多原因的 剛才歐陽師傅呢 就講到 在武術裡面 就深入了一些文化 內涵 那希望作為 就是學武術之餘 也學出了文化 其實學生 受不受這一個 其實 從一個銷售的說法 你要知道自己的市場 或者你進修的時候 你那個人的受限 你想做哪一個市場 那不可以所有市場 就是所有人做 那這個要先做 那比如我自己 這麼多年的朋友 那我大概就是 那我大概就是 那些同學 都喜歡教我 學書 所以我都喜歡 國畜 其實這個心態 就是 和我比較 和我比較 和自己的選舉 所以你都 你都有 知音人 很多 前輩都對你有很多 期望 哈哈 我沒有什麼期望 我 加油 加油 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還可以做到多久 這件事 那 現在 即是在那個班裏面 還繼續跟著我 學功夫那些 看得出他們是真的很有心惑的 他們完全是 完全是 好像我當年 跟我 我爸爸和我爺爺 聯工了 那類人 但是 在現在 這個 碩士新聞裏面 真是 好像這樣的人 真是 少之有少 少之有少 那我 現在 現在 繼續 在那班裏面 那個年紀大 大致上 都是四五十歲 那 二十多歲 都有兩三個 但是 都不是經常回來的 那 亦都 即不是說 非常認真去練 那 真是 真是去到中年四五十歲 那些 就很認真 他們是 做到 當年 就是 我回到管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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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老爸 就算我的師兄弟 自己換衫 自己拉筋 不用師父看著的 那 那 那我現在幾個學生都是這樣 但是 他們都四五十歲了 那 那 有一個 有二十 二十零三十歲的 真是 見到他 都只是爆血本 一回來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回來 站在那裏 我看著我 我特意不去說話 站在那裏半個小時 很動 那 因為我 在那裏教其他人 我教其他人 那 他 站在那裏半個小時 看著我 有一天我真的發脾 我真的發脾 在那裏 在那裏做什麼 你在那裏做什麼 他說 你還沒叫我開始 我真的想 一拳 撥過去 那裏 你的車打到哪裏 然後 從頭開始打 打到公舔 打到 他 沒有一次打得完 次子也不記得 打得不好 再來吧 打 再來吧 我就是那二十分鐘 撐著他打 沒有被他停過 粗了成吐 我不可以打他 那就粗了吐 真的 那次真的 他到現在沒有變過 都是這樣 是啊 但是 但是 他都肯來玩 但是 可能他人比較被動 但是 看得出 二十年三十歲 和四五十歲 你看 你從這裏 已經看到過半年 是很不一樣的 那樣的 那 但是你是真識 是不是很容易 你講得對 真的 他們很珍惜這件事 而且他們是 對這件事 還是有結成 而且他們懂得主動去 做這件事 那 年輕的那些 真的肯回來 已經很好了 這樣 這樣 那其實我自己的角度看的 故事就是 外交每一代都出現 每一代都出現 每一代都出現 我們小時候都比上一代 蠟燒 我們都會說 蠟燒 怎樣 每一代都出現 大家聽事 都知道 在我眼中的人 都知道 大家認識世界的事 都不一樣 就是方向的 節奏不一樣 那 那 例如 我剛才覺得 Oscar那個 例子 發生的情況 就是一個 教育的時機 他在這 然後 你現在問他 你為什麼要在這裏 我再問前妾 哪個問題 你為什麼來這裏 你其實想得到些什麼 我會這樣問他 我通常會很煩 這學生 我會煩到你 你為什麼要在這裏 我是會這樣 他會利用我 有些人 因為我沒有掛招牌 那些人 有時候的東西 都會一兩個撞 我一撞 撞進來 所以我想去報名 我說 為什麼要來這裏 這裏也有不同的班 你會被我在這裏 你知道他在這裏做什麼 你先去看看 你會站在這裏 你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剛才我都說 師傅 老一輩的師傅 面對最大的問題就是 小朋友 那個年紀就最尷尬 他又不知道自己想什麼 可能他看了很多YouTube的東西 他以為自己知道想要什麼 他又不知道你那些是什麼 其實大家在這個世界上誤會 在這個世界上 我經常覺得 要大小小的哲學教育思維 搞清楚 大家要怎樣 這個才是前妾 那我就會告訴你 我這裏 你想清楚才會不會 我教過 都打一練 因為你打得不好 你打不到別的東西 明白嗎 那簡單伸著左手出去 其實要腰馬 就不是你練一下自己沒有腰馬 我就想直接教你腰馬 那這個過程很悶 你想清楚 你想清楚 你真的想清楚 真的沒有地方留下 我還會跟他講 你不要花我時間 我時間很有 我招呼得來 就招呼不到突然的 雖然那些 我都當是客人 我都是比較 因為我自己年輕的時候 曾經得罪師兄 學拳的時候 我跟隨的師傅 我比較早打比賽 所以跟那些資深的師兄 很容易藏在一台 連不去那裡藏 有一次講 尊師做一個 有個師兄在那裡 問我怎麼看 我又不知 直覺打他出來 喂 我成功不尊師 我嚇到他 臉都青 哇 你這麼說話嗎 然後我眼裡跟他說 喂 我尊敬一個人 不是一個人的師父 這個人是尊敬我 不尊敬 他不是我師父 我都很尊敬 我師父沒有什麼關係 那不犯了 刀是我自己選的 我選這個人 學這個人打鬥 是我自己選的 我選擇了 我認真做 那現在問題 我發覺就是 很多時候 人生誤會重重 就是 他撞到人來 又不知自己想做什麼 那就浪費了時間 浪費了大家的時間 他的時間 跟自己的教育時間 都浪費了很多時候 那 剛才那些小朋友可能是 媽媽逼不到 那個小神見就是 他又走不了 他又不能走 那些人很可憐 我也有這些人 有這些學警人 我盡量在這個時代 在這個時間 不如嘗試這樣玩 很好玩的 嘗試看 看一看一句 他會玩 或者我們學拳 不是為了打架 不過這樣 那些人侵犯的時候 我們用什麼態度面對他 我們大膽一點 學會很害怕 那他怎麼學很害怕呢 那他怎麼學很害怕呢 在大安全性之下 說被人打是否害怕呢 那些人跟他講 你被人打 不看又是痛 又是受傷 看著都是受傷 不如嘗試看著受傷 那他扶養了那些小神見子 雖然人家自身有限 但是起碼 在某一條底線之下 我守得住 就是我覺得 學武術有打的訓練 就是 學到這件事 不是說 剛才不知情 不會說 學了武功夫去行俠仗業 去搞事 不是 在某些情形之下 大家面對同一個疫情的時候 我沒那麼害怕 就是過馬路的時候 不要看到那輛車 你站在中間 你立刻 行事行靠做一個 make a choice 只有一種 武術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在電光火石 簽號之間 就要 make a choice 在這裡打造型 其實這就是學武術 帶給我們 最難的東西 縱使你那個武術 可能不是打的 但是你不停 長期這個想像分別 是當你面對那一撒拉的時候 你心裡有所想的 合適到從來不打架 譬如 很多我們角術 不打的 很多人學了不是為了打架 但是心理嚴備 他的狀態 我就是 一下 合適到一個說話 我很喜歡的 就是 我每次都練 每一刻都是脫戰時間 不知道什麼時候 突然間來 我就不去 現在我想起 我一生不懂 用過這個武術三次 第一次 第一次 就是在德國拔乃堡的火車站 那事發生在2017年的9月20多日 只不過開一個學術會議員了 大家去喝啤酒 經過火車站才回到那間酒店 那時候就 那時候十一時多 其實德國拔乃堡的行動 我都向他回合 那時候遇到一個情況 就是 看到有一個 屁一屁一屁一屁的 屁一屁的 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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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 叫我向著一個人 坐在那裡 都是亞洲人 用電腦做東西 那個人在我身邊走過時 我便說 到了 那我就 立刻 遠遠給一個指示 坐在那裡 當然想 不是搶我 是搶他的手 然後 我跟他打了一個 顏色之後 大家 不同方向逃跑 這個 大家知道 這個就是反應 而且你即時反應到 難道我真的跟他搶刀 不是 是 兩方面 第一是搶不過 但我又不認識他 他就去買名字 第二次 就是 一個清真寺的時候 就是在敦王的時候 因為下雨的地方很滑 很滑的時候 那想起是怎麼走 走兩條線的時候 就用泳沖的步 由內而外地出去走 記得找我 是的 記得找我 第二次用 第三次用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都是 跟人 鬧一下普通家的時候 不是 應該是這樣 是在這個 一個月之前 在洛杉磯的時候 因為我兒子大學畢業的時候 這樣過去 在那裡走的時候 看到有個黑人 都來耳不善 一走 就是我猜到他的動作 但是呢 突然我伸到頭 突然伸到頭 我反而就突然 做了一個這樣的動作 這個動作 這是一個很安全的動作 我沒有人可以把握去打他 因為沒有人會這樣打人 但是是一個好好的防守 那動作 要退一步 他也沒有其他惡意 在那裡做了 做了他 第二次就是 那個就好做了 好自動的 既然保護到自己 亦都不會被人 隨便指控你 你想打人 即是如果我拱身手 出去的時候 擺咬你一口 就 另一件事情 但是我這樣做 這個動作的時候 自己就 勉於被打 但是同時 亦都不會被指控 那這就是 我一生人用過三次的模式 但是我都覺得是有效的 用起來都是有效的 那 就是大家可能 大家很多師傅都說了 一個同樣的情況 就是說 真是在現代社會裡面 如果我們還要 好像以往 一個完整的體系裡面 武術要包裸萬有 每個學的 都應該全部學完 才好 那這件事 就不會再實際 那 問題就是說 大家都可以做到一件事 就所謂 可能真的發揮到 就是恩財師教來的 那當然 人入門口那人要什麼 你在你自己可以接受的程度上 把你的門派裡面的東西 教給他 他 他學了多少 也是沒有過人的選擇 也都不到我們作主 那 說到這個時候 我們也說了一個 還有兩個字 今天難得 重拳 榮春 大聲匹光 蔡里蜜 現代國際的師傅在這裡 要打開給大家 隨便發文才行 大家要打開這個機會 有這麼多名師在這裡 你不要問 你一問問很久 不可以問 不可以問 他再說 他一說就說很久 我講了兩個部分 第一 我講不清楚 但我解釋不清楚 什麼叫武術 就是武術 因為這個我覺得已經很大 因為國術或者武術 有比賽 他們有比賽 有拿金牌 我為什麼要提出這個意見 我講自己的教師 我就搞個聯劇 好人好 有一年 就要求我收二十個學生 我收來收去 強行找些人去哄他 你們寫下 我要寫下一個很高的文化 十七個 我說不懂 那麼難怪 千萬元 我自己有 為什麼 因為有其他學生 他都哭了我 我很感動 我就會想到一件事 當學校去排了三十個文化的時候 無論是劇好功夫 你為什麼要給家長會選 所以去學你們那些 第一關小朋友去學 不是各個小朋友 小朋友也不知道 他的家長是否肯付錢 牽涉到有些功利 捨不捨得下去 如果台拳道 我們學校已經學了很多年 可以 因為他有白帶 綠帶 即是他有一個規範 是 我那個小朋友就算不知道目的 我拿到那條帶 我也挺威風的 但其實未必代表這些東西 變成我看到武術裏面 我覺得有兩個問題 第一 吸引不了那些差距 第二 沒有辦法規範到 就算他說我學到財 扎馬 我學到 他沒有 小朋友有時候沒有辦法 知道自己去到哪裏 我想 台拳道或其他 他有規範 我的帶 是嗎 我有機會去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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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沒有人去比賽 但不是說我是懶兒 因為我上台比賽 對於家長來說是一個 因為我記得我小時候有兩個地方 我爸爸 見到他一定不成熟 第一 第二 我過了 大家可能明白 就是 我希望不得了 就是 我爸爸不是很窄 是嗎 那個觀念那時候 我們小時候都一樣 我猜現在的家長 有功夫不一樣 但是有沒有辦法 將功夫 學功夫變成武術 那個觀念的過程 是否有兩個分別 好像名字好一點 或者有一個包裝 還有還有一個問題 四位師傅 如果真的要整大問題 怎樣 怎樣 是否每一種武術 都有一個資訊 這個真的很複雜 這個真的很複雜 我剛才聽到 我的答案 如果我是一個家長 我需要 希望他知道他學到哪裏 第一 我要選哪個武術 第二 他們打出來的資訊 是否所有的 這個是一個比較公理主義 因為大家提到 就是 那個 商業化問題 商業化問題 你就要 令到那些客人 知道我 我站在哪裏 未必一定夠不夠打 但是我夠不夠威 或者我去到哪裏 那我想這幾個迷思 都令我覺得 無論是郭瑞浩 或者現在我們學校 越劇 爽滅 都接近 這幾個問題 可能牽涉到 現在我們都 學習目標為基本 就是說 我有一個目標 我想過最好的方法 去達到他 沒有上學 能否達到 就很自然的 目標是大學 一個基本的 現代人的思考方法 其次就是 沒有屬於規範化的問題 就是 你有沒有辦法 可以做得好些 我們聽過這段位置 但是大家對這段位置 見到是很大的 還有其他的 就是 其他師傅 除了這些問題之外 或者大家各有的感受 或者是捕捉到不同的東西 可以詳細講 我想歐律師 因為他會少試一下 我回應一位老師 因為我在拔稅 搞了一個十年 隔離擺一次 我們這個學院 都有些事情 我第一要提 就是針對這個小朋友來說 就是其他不廣場 就真是 第一你要有愛心 因為弟弟多 你感覺到你有個愛心 雖然是拿不住的 這個多年的觀察過 所以 如果是教這個 仇賜的小朋友 本身是 不是太喜歡的小朋友 的話 應該是比較男人 第二 我觀察到 就是 這些小朋友 大概 每十個 至二十個之間 有一個對這種 運動的武術 是有天分的 甚至我問他有沒有練過 但是沒有 通常我跟家長說 你的兒子很厲害 一個星期練一課 我一半課 都要立學生 要守紀錄 他都能夠練得到 我要求的東西 就是不錯 有機會 就讓他爭取 一年來公布 況且他遲下 就要過我國 他即是 有些行修 有些行修 通常家長 會和小朋友 溝通 大概又是 每十個 都會有一個 來做進修 即是 這些地方 到現在 過了去 外國教育 即是十年前 那些 每一年 都有三四個 回來 有些行修 一些行修 過程 又視乎大家 那個活動 至於說 段位制 那類 其實我 教了二十年 曾經 是搞過 這一類 段位 法國學生 當然 我要平衡 即是 你覺得對的 我會威風一點 至少有個 可以接觸到的 一個位置 但是 都是這樣的時候 有很多 可能是押了自己的學生 最後 取捨 都是說 以自己達到 做得到 那種 的武術感受 因為泳春本身 是比較多 是搏擊的 接觸 他們在這方面 都感受 比較深 可能和他的功夫 有些不同 那我先說到 那麒麟一分 那麒麟一分 請你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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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麒麟 即是說回那個 我們看回徒元 因為他們 一搞那個 考試 很多人去參與 但他有得好 就是 他就算 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單位 他都是同一 考自己的 考的都是相同的 但我們不同的門派 就做不到這件事 即是 各個門派有長有短 那你做不到一個標準出來 去做 大家去 怎樣拿個標準 去適合這麽多的 那如果我自己的那個 管 又做一些這樣的事 開始其實都是一樣 大家都很開心地去的 那做一下 根本就知道 都是騙人的 即是 如果你說 給一些考試制度 你不給一些證書 不給一些錢 他又 他又 真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用的 他覺得你給一張證書 也沒有用的 那你說要賺錢 你每年來 考試 我給你一張證書 那我自己的良心 來計 都是騙他錢的 那好像我們看回那些 好了 他們考什麼大 考什麼大 就算被他考到很高的帶 然後他沒有練 沒有練到 來計 一陣子 其實他的能力 根本就是 不在他考帶的時候 那個能力的 在那裡 那變了 那條帶 就是 只是他當時 他有能力拿到的 但是 如果 好像我們那些 這段時間 被他考到 這個級數的 然後他又不變 其實他的能力和技術 是一路衰退的 變成我們 感覺上 給了這個 這個 這個段數 他 而他在外面 告訴別人 我是哪裏的段數 那麼 他變成 拿出來 就是 吹自己 那麼 變成 我們自己 國術那方面 呢 就 搞大這方面 就會比較困難 那麼 但是呢 其實好像我們 也都有 鼓勵一些 小朋友 是什麼呢 因為 有不同的比賽 好像我們 打功夫的 其實有 功夫的比賽 那麼我們呢 每年都是 會 安排他們去 去嘗試比賽 那麼他呢 好了 今年拿不到獎 明年他又繼續去 拿到獎 那麼 變成了呢 他呢 就會知道自己 可以繼續努力 繼續去做 呢 也都是 可以 拿到這個成績 那麼他拿到一個 杯回去的 其實看回 根本他就已經有這樣的能力 是去到 拿到這個階段的 就等於 他 他 其他那些 他去報 報那個考試 拿到條帶 他都是 那段時間的 而已 那麼 好像那些小朋友 那樣拿到冠軍回來 那段時間 他都很厲害的 就是打功夫 跟著 過多一兩年 他沒有練到呢 其實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 等於外面考慮的事 都一樣 如果沒有特別回應 就為了等問題 或者其他問題也可以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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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很快地回應 因為我覺得 很重要 我也很重要 那我首先想問一下大家 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 這個 你說得很功利 沒錯 我不是確定公利主義 我也要看自己的 因為主義是有好處 好處 的 在社會運作上 那首先 我們看到 我們從來 在嚴堂的市場上 才是說服家長 從來不是說服小朋友 大家知道 這件事 那如果我們做得好一點 就是會令到小朋友 主要跟家長說 媽媽我想學那件事 這樣已經叫做成功了 但是 是給小朋友 還是給家長 是給家長 給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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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想不想 是不是市場 令到我們會做這件事 那這件事 本身也是有好 和不不好一面 好的人 他訂立了一條 暫時的事 給你知道 你若果去到那裡 但不好處就是 他也是鎖定了你 那一般來說 我看到做得 如果沒有這個制度 做得好的地方的人 通常呢 那些館 或者那樣武術 或者那間武術館 會發生什麼事呢 那些父母沒有參與 都會 他會看的小朋友 在做什麼 小朋友 學了什麼 小朋友 自己也知道自己學了什麼 這個人很難 他真的在做什麼 但市場上 是容納多少這些人 市場 會不會獎勵這些父母呢 其實不明白 我 自問我是在做這件事 但市場不會看的 這件事 他不是萬能的 你很認真操有拳手同學 很典當地操一班拳手 哪樣賺錢呢 很現實的 這個問題 打 有打有好處 但是 父母的 學完的 應該知道他的界限在哪裏 而武帶的 可能他有時候做的 比較幸運一點 你就不會看過 那你的家長 本身有沒有跟小朋友 溝通你學的東西呢 這個才是大問題 我覺得也是 師父和那個武帶制的 裡面 他們自然自己做到 能夠把整個界定出來 給人看到 也是一個技術的問題 這個才是重要的 兩者我都可以同時存在 也都同時應該互相反省 他們能夠做到和做不到的事 這個才是 比較好的 做到那兩樣當然是好 比如你粵劇的例子當然是好 那個學生會哭著跟你說 為甚麼開不了班 那證明你成功 證明你成功 但是 沒有辦法將粵劇 推導多些人 都有這種 為甚麼你多幾個哭的學生呢 這個是我們的問題 就是 關於我的教導 這個是我們要面對 沒有辦法的 市場是這樣 那本身武術 這本書是在說甚麼 其實 有一件事 它沒有說出來的 就是 我們很多事情 要在資本主義的陰影下 做 是現實來的 甚至那個方法 要用資本主義的方法去運作 我經常說那些是不給運 包括我學著劍 劍道 死都不會入奧運的了 他要保留自己的風格 他看到柔道 走到運動路線 就開始有一點走樣 所以他死都不肯入 他保持段位就是 那我有一位 剛過世的七段香港先生 還說過一句話 我沒有騙 我考到七段 即我考到高段 只是代表我公布 一撒話去過那個問題 不排除一會兒考到 再跌下來 只代表你去過那裡的人 不代表你以後保持那個問題 也不會停留在那裡 可能再上 那一撒話來的 你考慮那一撒話去做到 就算那個 那個事件很嚴格 是吧 這個是現實 我們 功利給多我們的 段位的當然是威 但是自己問 自己騙到人 騙不到 又試試現代 資訊那麼透明 你拿到七段 但是如果你打到一隻屁股 有片看的 還當你騙的 是吧 所以我們其實 亦都是繼承這本書的精神 社會應該多餘 我們大家都要 教的人 聽的人 學的人 我們搞清楚 是怎麼發生的事情 我們看到這個界限去到哪裡 盡量去融合 創造一些新的事情 這個才是我們應該做的 時間關閉 最後兩位 不好意思 那位女士先 然後還有兩位先生 可以聽到這麼多大師 我只是簡單說 一點點我的感受 我覺得今晚在討論的 跟我們在社會裏面 各國式的人 做的事 都出現同一個文化 其實武術 或者武功 或者國門派 合起來 都是講中國文化 而文化的傳承 其實在裏面 在資本社會也好 都是用一些 考試制度 才是生存 就是剛才拿帶 文化 其實我們要守護的可能是 文化傳承的那個心 即是說大家都是經過一代一代人 其實都不要太計較 當然不活都要的 那那個是how 即是怎樣 present 怎樣令到 那些人可以是參與 但其實我們不可能 改變所有人的命運 可能改變一兩個 那這個本身已經是傳承 那我覺得尤其是教育的角度 都是 現在出現的問題 包括我們坐在這裏 如果是父母 或者是別人的長輩都好 可能我們都在用不知不覺這個標準 是不是要考到這個水平 那個小朋友不到那個水平 我們今晚討論很多都是小朋友 其實我們很多問題 我們中間的問題 就是因為他們的成長 都是這樣bring up 你不到那個水平就好像不行 但文化不是講這個水平的 文化是講你有沒有接收過這個價值觀 這個價值觀可以再散播出去 這個就是傳承最重要 所以我覺得我反而很感謝今晚各位 你們應該面對很大的市場挑戰 但我覺得你們 我們一齊都兼賠這個使命 我們這一個人 剩下的價值就是靠我們 怎樣說給下一個人聽 希望他們可以繼續下去 我們有生存到 這樣已經非常之好 這個是我很想多謝你們的 加油 首先多謝各位師傅的分享 其實我聽的時候我就會在想 其實現代人和以前的前幾代的人 有什麼不同呢 以前就可以放了工就立刻上天台練 或者一個禮拜練七日六日 現在就一個禮拜練一個小時 然後有時候還不到 我聽過有人說 因為現在太多誘惑 太多東西做 太多東西玩 太多東西忙 即是一些小孩可以坐在那裡 看人家打遊戲 看五個小時 但以前就沒有 但其實以前都有很多娛樂 以前都有去跳舞去讀歌 但也有很多人會選擇 在舞管道學 沒有練舞 而他們學會的是一個態度 一個熱誠 這樣講到這裡 就令我想起在外國 我相信很多師傅都有經驗 就是去到外國 那些外國人 外國人 男的女的都好 他們很熱誠 熱誠的地步是 有些是因為中國文化 而對武術產生興趣 有些是因為學了舞之後 中文都要學了 就是因為繼續想學好 於是我的問題就是 其實我們可以在這班 叫做外國人的身上 學到些什麼 而帶回來我們這個市場 因為我們已經是最幸福 尤其是香港 本身已經是一個大用路 然後還有很多不同的電影 一直到今時今日 都還會是講武打武術功夫 但是他們是反而要 等不知什麼時候才會有出中國片看 那個差距其實很大 我們由他們身上 怎麼可以學到一些東西 或者帶到一些東西 來到香港 令到他們這種的精神 或者這種的學習方式 可以繼續 因為今天就到時間關係 那就好了 一位師傅 教外國徒弟 Oscar多 不然你有什麼感受 不如你很簡單 就總結了 好嗎 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 沒有什麼可以在外國的學生身上 學到回來 只是環境不一樣 外國的學生 主動來找我爸爸學院 但是香港就算我爸爸現在 繼續有一間館在這裡 都沒有學生 就是這樣 那你說 在外國人身上學到什麼 我覺得 應該說 我不可以要求香港人去做什麼 香港人他不喜歡來學功夫 你不可以逼他來 在外國 你開一間館 那些外國人自己來報名 來跟你學 因為環境不一樣 價值也不一樣 大家的想法不同 有些外國人覺得你的東西值錢 是值得學的 香港人覺得你這些東西是沒有價值的 不來學 就是這樣 我曾經也有一個想法就是 我是不是應該要學習一下 我的外國師兄 因為他們很多都是開幕門的 在外國 我在想 我是不是應該要模仿一下他們的做法 行不通 真的行不通 因為市場是不一樣的 提問的有很多 但是激發出來的思考對上很多 大家吸收到什麼的話 我希望自己可以選擇 也希望今天的聚會可以達到的 時間關係 最好的討論都要暫時結束了 很感謝各位講者 也很感謝各位內奔 順利說一說 歐陽師傅有本書 也帶來了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買 也找歐陽師傅簽名 今天的聚會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thank you wow thank you thank you 你的價錢 谢谢大家